感恩到了 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重新圆满 如何圆满呢 我们也看到现在世界进瓜局 未来 未来主人翁 从小朋友 我们现在从八十世到一百二十五年 是圆满回复 展现无量光无量寿的染灯佛 再次完全启动了 感恩 我们在这一个世代 能够有我们的导师 本事是江摩宁佛 再透过我们的住持阿弥陀佛 当家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我们从每一个过程的当中 有了解到呢 我们因为念头造成的这些 贪嗔痴慢语 尤其现在这个世代当中的淫乱 造成我们更多的人迷失了 所有最苦的就是从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当中 因为父亲母血 还有自己的夜暴 这些夜暴体呢 容许现在所有的人类觉醒的这一刻当中 我们透过 只要我们一心一意的 好好的了解到那万法为心 这一颗心 透过未来佛 为何从我们人的起心动念 从为世当中 从五世 也就是五云 因顾名失忆 就是我们内在的 所以我们内在的眼耳鼻舍身 从内而展现 外的话是眼耳鼻舍身 一样是从第六意识 我们的意念 针对法成 我们第七意识 针对我们内在的 也就是我们随着六七来做一个最基础的 第六意识还是会以第七意识为基础了 那相对第八意识 也就是我们的奥兰夜市 也是随着这个第七意识的起心动念的波动 所以代表我们的人体里面的细胞学 我们从出造内植 网高耳机尸体绿炮 所呈现出来的一切的人事物 我们一定要从小来做唤醒 从84到125年之后的小朋友 我们也期盼家庭的重要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重要 国家的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整个70%当中所有的能量了 所以我们如何透过物质界的肉体 来了解到兴趣的重要 展现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了 所有的一切 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语言 叫做镜上神经院 我们也从镜上神经院了解到 其实我们都能够站在心心相应的 心佛众生是合一的 我们更能够了解到 原来此生就是要让我们学习 学习如何学习佛菩萨的这份慈悲了 也期盼我们在效法 在学习当中 让更多的这些工程师 以及我们背后所要制造的AI 这些股票的AI也相关的 还是我们所谓的股票市场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人类 更大的一个灾难 也期盼所有的人类觉醒 我们短短的100年 36500天 并不是来赚钱 是来经验跟体验 每一个当下都是认真 无事的奉献 从无事当中再次的觉醒 找回不生不灭的灵魂了 期盼人类创造史上世界 在有我们的所有的未来的 这些未来主人翁 能够从我们这个世代当中 透过真正70%的正确观念 来让我们的物质界 深入的从我们白晋世 白晋法 白晋 再深入到我们的佛法 觉知觉醒 在世代转换的教育 觉醒是如此的殊胜 无为而至 无师的奉献 大爱无国界 真正的无言大志 同体大悲